陸港镇海浦国小国乐团虽然成军才没几年 在校方积极推动下 国乐团参加各项音乐比赛都获得不错成绩 毕业季节前夕 国乐团也特别举办成果发表季毕业晚会 我们学生来做一个演出 那我们这个礼拜事实上已经进行了三天的一个才艺发表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才艺发表不止只有国乐的部分 我们还包括了其他的舞蹈音乐以及戏曲的一个演出 那我们很感谢我们所有老师对于这样的才艺的一个支持 那也很谢谢我们社区里面所有支持 还国小国乐团才艺演出的一个赞助单位 从三年级开始练首娜 练到现在 那你觉得学音乐对你来讲有什么改变 可以疏解压力 还有呢 不会让我想太多 那男生你弹这个是什么乐器 琵琶 琵琶 你会不会当初怎么会想说要学琵琶 因为那个时候原本是学别的乐器 学到后面不想学 选别的乐器的时候学到琵琶的 是啊 因为会不会觉得说弹琵琶一般都是女生在一起 你会 那为了这次表演准备多少 几个礼拜吧 几个礼拜 我乐器是打琴 然后练了两三年了吧 然后这一次要成果发表会感觉怎么样 不错 你呢 我乐器是笛子 练008 那晚上表演感觉怎么样 很不错 学校的国乐团成员 从一开始的三十多人到目前已有一百多人 可说全校有四分之一的学生都在学习国乐 这次的音乐演奏会让孩子有机会站上舞台表演 增加他们的自信心跟经验 也将传统音乐的美好 透过孩子们的努力 将优美的音乐传播海浦国小校园的每个角落 公益频道张华允陆港采访报导